-帶這裏的 -這邊已經上色了 -這邊的話 魚人已經把味精神先交掉了 -五人入演非常兇 -這個超人已經被打到半斜 -飛行模式開起來 -但是這邊這個藍巴浦交到的是 -這個死藍之孫上 -但小包子能走嗎 -馬洛斯 -最後一下 -這個滋藕交了出來 -非常的危機 -法道者斬了出去 -還在不斷做拉大 這個美娜 最後一滴血 哇 金娜拿到手刹 這個超人一次推五個 但是自己能走嗎 井無斷的 真的很多人都會直接說 前井啊 超人直接進去啦 三個人圍毆她 但是又開始了飛行模式 還是往回走了 一個多點 MS 哇 這個標槍 這個方向非常的準確 直接命中了井 但是太遠了喔 沒辦法 美娜勾到了人 雷摩澤跳了下來跳的位置非常好 直接限制住全部人的移動方向 這一個首先被擊殺的是金娜 這個大象也死了 後方的井又被暈眩到了 閃閃來遲的是這個魚人還卡牆 但是這個大招非常的好 開到五個人 特爾安納斯不再在後方做輸出 瞬移交了出來 全收了嗎 這個特爾安納斯 能夠全收嗎 哇賽 出一個魚人的集結囉 糟糕 特爾安納斯守不住這個塔 魚人趕到了直接開啟人與真身 推到了非常好 是推到了史蘭茲 但是後方超人進場也非常的漂亮 美娜先行犧牲了 特爾安納斯不斷地在後方找尋輸出的位置 哇 超人又在後面往前推 哇這個大招尾端暈眩到了克萊斯 呃 史蘭茲 對 因為看到雷門這邊的特爾安納斯表現得真的非常的亮 對 他的輸出位置都保持得非常亮 非常非常敢打 哇 雷伯正跳了下來 哇糟糕了 跳了下來只能讓肉被打喔 最後一滴 能不能跑走 對 放了塔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明智的選擇啦 因為其實如果你在壓塔的時候 你一定要去守塔 可是有時候變成說你被塔殺 然後塔也會掉 這樣會虧更多 甚至直接再掉第二個塔 就是有可能的 你就往後退 就是給對方一個壓力說 欸 你推的那個塔就好囉 不要再往前囉 但是那個MS好像不停 金娜趕到現場 哇 這個聲量非常的高喔 哇 雷伯正跳了下來 金娜的免疫開的非常的好 最後他的他是拿到雙殺 對 只有一個馬歐斯的大跳 直接抓到 那其實超人如果在對方守高低的時候 超人是發揮的作用是非常低 因為他不可能直接從人家珠寶衝出來 對 你要撞進去 哇 這邊雷伯正跳了下來 大絕超人進場 直接把特爾納斯 哇 特爾納斯被抓到了 哇 這一波會戰打得非常非常的好喔 這邊是MS的大獲全勝 已經倒下兩名輸出位了 接到一個輸出進場大絕 對 但是金娜的血量也是直接被蒸發 最後剩下是一個愚人克萊斯喔 對 那這邊比較可惜的是 雷伯正面的射手直接被 全妹們的超人 對 直接被頂歪掉喔 哇 這邊克萊斯也沒辦法喔 直接被在塔下是被搶起的 那這邊有沒有機會一波Endgame呢 那這邊如果兩隻射手出來的話 是應該沒辦法一波Endgame的喔 哇 這個坦塔坦到 克萊斯這個史蘭茲已經死亡了 對 因為剛才那波會戰 MS這邊的輸出點位真的打得非常的好 真的開得太漂亮了 他們輸出的位置直接把對方的特爾納斯給卡開 甚至直接第一時間就把他給抓死了 對 但是雷伯這邊也不遑多讓喔 利用這個回補的時間差 想要強行拿這個凱撒 凱撒直接被 讓馬洛斯可以拿到這個凱撒了 看起來沒得玩了 哇 雷伯直接一個做異攻喔 這邊雪姆妹非常兇狠 直接來抓掉這個金 哇 這個超人太兇了吧 哇 這個小包子的雷伯陣 價值連城可能就是價值一場比賽了喔 哇 R11不遠了 這個跳 R11就在眼前了 這個主堡的血量大概剩下一半 但是 金娜強行守住這個人魚真正推得出來 恭喜MSGIRLS獲得這場勝利好不好 沒錯 非常的精彩 這場雙方打的拉打真的是有來有往喔 你的距離絕對沒有緊的蓄勢帶發槍 那你的位置絕對比緊還危險 這個非常長的名字 可不可以來做一個交換喔 哇 雪龜妹妹直接臉探草叢是四個人喔 那直接 哇 是把打棒不拉掉了嗎 沒有 又被拉回來 但是自己的隊友都來了 大坡前期一個會戰 是一個五打三的情況喔 哇 美娜趕過來 屠倫的血量非常一點點 超人 哇 必出了免疫 屠倫還是得死喔 你要怎麼如何 是 延續這個優勢喔 擁有史蘭茲超人的情況下 在前行拿到這麼大的優勢 這個魔龍會戰 感覺上 MS會拿到全面的優勢嗎 只來拚個制裁啊 哇 戰一個掉了下來 但是 這個魔龍是由史蘭茲拿到的 小包子血量非常的慘 哇 剩下一個小丑 哇 小丑成功的逃脫了 但是 對方還有四個人存活小兵 還有兩隻小丑 可能沒辦法鎖住這個塔喔 這一波會戰打下來 就是 就不一樣的節奏了 對 到底是誰上市 可能都非常快接著 對 哇 這一邊的話 想要全部人夾擊 這一個佔泥爾 佔泥爾非常的坦喔 那這邊我覺得超人 有點繞得有點太大的圈喔 不過還是把 小兵又進來的情況下 神力與他人還能鎖住嗎 金娜也趕來自圓了 所以算是沒有大決的情況下喔 想要往前打 還是以清兵線為主 哇 這個標槍 哇 成功最遠距離命中的是小丑 但是攻擊沒有跟上來 是逼出小丑的瞬移 這邊 彈尼爾也被逼到了塔下 五個人 這個MS真的打得非常兇喔 自己 哇 美娜控住了三個人 但是自己的血量 掉得非常的快 最後一滴血 成功跑到隊友的懷抱之下 小包子 還是死亡了 這邊 胡不倫開墊啊 這邊超人直接開框了 太兇了吧 跑掉了 哇 真的跑掉了 開啟大絕 果然是標槍上的搭配 還是超人的腿都表現真的非常亮眼 對 在這一場 這個MS打得就非常的沉著 冷靜 哇 這個美娜控住了 庫倫 沒有辦法 沒錯喔 那這邊 三個人集結在下 因為想要抓這個 我女超人一個不客氣 鞭子直接上去 可惜大絕直接被閃掉了 哇 這個超人進場 大喊著歐捧 OPPO R11我來了 可惜 五個人往前做進攻 萬美娜成功 空到兩個人 但是是被圖倫的免疫 跟躲過了 跳下來拯救隊友 哇 這邊 雙方全殘的情況下 屠倫可不可以收掉殘局呢 對 緊的血量 再度大喊著這個OPPO R11 但是就是為了場面野怪 OPPO R11拆到了一座塔 這個就跟金剛一樣勇猛好不好 對 哇 這邊 哇 直接又一個人衝進來了 哇 這個雪浮真的非常的夠力啊 這個雪浮真的非常的兇啊 最後一地線 我這邊沒事又跑掉了 哇 這個超人 萊塢已經逐中 這一梯這邊 對 但是這邊就是要考驗 MS怎麼壓高地 跟這個 對 在這邊 艦艇要怎麼守牢地 可惜還有一隻炮船 沒有氣到情況 直接被兔子給點掉這個塔 哇 兔子首先被擊殺掉了 在你的原地跳大 但是沒跳出來 就已經死亡了 這是一個MS大獲全 選擇的這一個會戰 最後剩下圖倫 一個人在珠寶塔內 但是這個珠寶塔 非常的兇狠啊 哇 完全不留情面 直接把對方 中到一個頭破血流 這邊最後剩下9秒 要出身的是小丑 以及戰尼爾 有機會守住這個珠寶嗎 看起來小兵進來了 沒有機會 恭喜這一場比賽 還是由MS Girls 拿到勝利 恭喜MS直接拿下兩場勝利 對 那這一場呢 其實也這個 宣布了MS Girls 就是可以直接晉級到我們的冠軍賽 然後回到我們的賽事 來到傳說對決的現場 沒分的 兔子直接被抓到 可惜沒有拉回來 這個標槍沒有命中任何人 還是三打三的小型撞撞 就沒那感覺是走不走不掉了 手刷握在神力宇濤人身上 第四點擊中 哇 剩下的三個人 要怎麼打 克萊斯 還山山萊斯 魔龍剛好出身 兩分鐘的時間點 那這邊可以看到 雷門這邊是完全沒有任何一個制裁技能 他這邊有要來搶這個魔龍 應該是搶不到 如果沒有搶到的話 哇雷門差一點點 差一點這個標槍能夠命中這個魔龍 但是還是由神力宇超人 拿到這個魔龍 壓塔動作 在這邊勇士沒辦法守住這個塔 如果神力宇超有一個鞭子過去 他就直接可能直接被攻回家 美娜趕過來 但是小兵的狀況還非常的良好 這個塔的血量 省下三分之一 美門完守住了 成功完全是沒辦法守的 因為井的蓄勢帶發的攻擊機率 實在是太長了 對 真的 可以無損消耗 這個標槍太兇了 直接被抓到 神力宇超的一個寶牌 非常漂亮 哇 美娜最後此前 還是帶走了握馬爾 這個是最後此籃子能夠逃走嗎 是成功的 往後都撤退了 這個轉線非常的漂亮喔 超人直接開啟大招 直接速拔這個中場 用四個人去攔住五個人 然後大拳開起來 看可不可以留住了 這握馬爾 應該是留不太住喔 哇 這個暈眩 神力宇超人 神力宇超人的暈眩 已經變到四個人實在太漂亮了 請首先擊殺掉了美娜最後的殘忍 要怎麼處理 射人是不太有感覺喔 哇 超人再度趕到現場來 全部人都殘血的情況下 超人能夠收割嗎 超人要再收頭了嗎 可惜沒有頂到 有一個後期的保證 但是對方有超人的情況下 非常擔心的 哇 這邊 你看超人就是這麼的噁心啊 他在三人壓他的時候 然後把兵給清掉 就不關他的事了 然後才做一個後續的進場 魚人有點太剩到 直接又被頂回去 超人的繞背 超人這個play 非常非常的好心 感覺這個塔 哇 又再度的繞背 羅兒感覺沒有地方跑了 超人大招開了起來 又再度把羅兒推出現場審判的範圍 羅兒的免疫被逼了出來 再一次被超人捷擊殺 而且雷門這邊真的是很難守 他兵線的流先拳真的是輸 這一地這邊非常多 一下手下路 然後結果中路兵線又進來 又要去守中路 是 然後跟這邊羅兒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刷 17 這邊有機會抓出來嗎 可惜頂得輸出來是非常高的時間 超人傷害太高了吧 直接又把羅兒給帶走了 這邊頂得輸出也是非常高 等一下 我說的是什麼 這個克萊斯 這個人真身開了出來 但是明明到現在有超人 從後面推 小手直接把羅兒給蒸發掉 這邊神女超人從後方趕來 超人擊殺掉了美娜 這個克萊斯非常的坦 但是被超人往後一推 這個坦沒辦法 感覺到是不是 跟案警的傷害怎麼感覺很大 對 反正是超人的傷害 跟小手的傷害也是很大 這克萊斯可能真的有 不做客訪過 哇 克萊斯 擋牠真的沒有到過 對 反倒是 哇 這個泳直接射的三分之一 哇 出過不少 就剛好是反面 這個主堡最後還是沒辦法 扛入這雙射手的這個攻擊 攻擊 然後把人給帶走 對 齊爾是前幾次需要發育 但是射北是不是尷尬一點 哇 幾億個往前過 可惜射北是沒有炸到 沒有炸到 也是可惜喔 這邊之一交了出來 趕過來的圖文 警拿到了手殺 這個手殺掉出來了 但是後方的射北斯加上美娜都死亡了 這是有偽掉 對 後方就有很大的失誤喔 但是這一邊的主攻全是MS4 GIRLS這邊喔 因為警已經沒有魔量了 這邊要進行過會戰嗎 這邊進行過會戰 這邊已經趕來天堂法 再開下去直接開刷 哇 那個免疫開了下來 成功的流出第一眼 幸運這個蘿兒成功逃走了 小腿在後方不斷地做輸出 蘿兒的位置有點尷尬喔 其實剛才蘿兒有點害怕輸出喔 要進去不進去 可是最後 最後 打算要進去的 對 稍微看一下 機器差距已經來到了3K 遊戲時間 哇 這邊勾到了龍馬 射北斯開炸 哇 但是這個龍馬的血量 最後一定能夠逃走嗎 雷摩登跳了下來 沒有跳到龍馬 有點可惜 幸運交了出來 雷摩登 這邊龍馬還是在後方不斷地輸出 哇 這個薩尼直接是頂著塔 往前把雪伏妹妹給擊殺了喔 人頭是交到了圖倫的身上 這個小邊境塔 對 六千塊錢的經濟下去 看可不可以 利用角色的性質 用蘿兒滑起來 讓對方 趁對方膨脹的時候來一個收頭 對 蘿兒開滑了 就是等這一刻 大喊的OPPO R11 我來了 蘿兒開滑這個傷本 這個免疫 最後一滴血 還是讓這個射北斯給收掉了 但是蘿兒在後方 這是射北斯又沒炸掉這個井 這個井現在輸出的位置非常漂亮喔 哇 蘿兒這個位移 在上方 龍馬已經從後面偷偷地 哇 這個殘局還是沒辦法喔 非常的沈穩 哇 這個蹲點 遇到了射北斯 一波就灌倒了 從來沒有射北斯被蹲 雷摩登掉了下來 這個美娜看起來也走不掉了 小火小包子看起來沒辦法 這邊想要的應該是 直接中路一PO可以灌倒了 中路兵線已經進去的情況下 直接轉中塔拿高地塔 剩下兩個薄皮 雪夫妹妹有辦法守住自己家的高地塔嗎 感覺上是沒有辦法的喔 偉娘隊勢如破竹 五個人的狀態還非常非常的飽滿 夾帶著小兵 最後一個砲車能夠強行結束這場比賽嗎 遊戲時間還不到九分鐘 這個瞬移往前就是一個錯 恭喜偉娘隊拿到Full 3的第一場勝利 對 因為由於前面一些小細節的部分 導致說對決實力而好 或者是來看一些綜藝台 早跳台 是 氣象超級的 數字就非常難做了 哇 三人 包夾 小兵 還有兩隻 奇爾被迫雕出位移技能 來清小兵但是沒辦法逃脫 這一場的兇喔 直接請請就來做一個卡莎喔 來做一個凱撒戶外塔的攻防戰喔 那這邊應該是拿不太掉 不過 幾個一個 去世代把遠距離的特性直接拉 哇 這一路過媽的非常兇 哇 直接讓美娜直接蒸發喔 對 這一個 這大象已經趕來囉 水魚姐姐直接開了一區來 商量非常的高 哇 直接瞬間被秒掉喔 我前期的 微微的逆風變成了一個順風 這個經濟完全拉回來了喔 哇 商量非常的兇喔 一個人 對方有三個人 我還是想要這個騷擾你拿你的藍BUFF喔 但是最後非常可惜沒有拿到 這邊建議直接放掉會好一些些喔 哇 雷波正挑了下來是想要硬手 馬洛斯的血量非常非常低 想要硬手這個外塔在這邊緊張在點塔的話 只把塔點緊掉 馬洛斯還是得死的 哇 馬洛斯死了 塔也掉了 非常非常快 對這邊 需要贏的話就必須靠雪服使用騎爾來打出破口 因為他畢竟是團隊裡面需要發育石 那等他發育起來的話 他的身體傷害非常高 他打出一個破口 哇 雪服妹妹 雪服妹妹 直接差一點被擊殺掉喔 而且最後封盾是有逃脫出來的喔 那這邊是一個多打掃的情況下喔 哇 馬洛斯雷波特是被斷掉了 美娜這個傷害量也不太夠 直接被擊殺了 是一個敗逃的情況下 緊的輸出位置非常的舒服喔 是 緊不斷再輸出是偉娘隊的一個大進攻 直接轉到凱撒路2塔 成功拿到這個塔 剛才是一個多打掃的情況下 可是呃 呃 裏不是完全沒有上來的意思 那這邊還是有偉娘隊的 因為緊的發揮 讓他們拿下這個 大概會非常的順利 而且一開始也有這個 哇 直接一槍爆擊 爆頭 在打 其實鱷子隊這邊是不好守的 哇 這他們很小丑 連魔人跳了下來 只要是詳情開戰 空大台這邊 在沒有連魔人的情況下 馬洛斯應該是走不掉的喔 對 馬洛斯直接是倒下了 其實他都有來做凱撒的情況下 因為兔子想要偷啊 偷不到 看得到 吃不到 可惜是這個女婦 直接扭掉兔子可不可以 有機會做一個反打嗎 查格納人能夠抓掉這個警罷 沒辦法持續的說拉打 還是讓偉娘隊拿到了 這個打開在這裡點個幾下 就是衝塔應該就是直接練火掉 甚至不用明顯他就死 這個連最慘的馬洛斯都太大了 沒辦法扛住這傷害 哇 圖倫這個大招一放出去 1725點傷害 誰扛得住就必須回家補血了 緊的傷害量不斷地在後方中 小兵進來了 偉娘隊 這五個人強勢帶著小兵 想要把這個竹刀給點掉 還要洗溫泉 這一波最後這個竹刀的量還是在一半 但是女子隊一圓圓倒下 恭喜我們的偉娘隊 拿到MS女子杯的冠軍 我會想要把這個竹刀給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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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這個竹刀給你 我會想要把這個竹刀給你 好了 如果我們想要把這個竹刀給你 還要補在車子為你 我會想要把這個竹刀給你 我會想要把這個竹刀給你